大家好 刚刚聊到小概率事件的偶然性 就立刻发生了一个偶然性事件 我录到一半 然后一阵风 就把我的手机吹到地上 玻璃摔破了一角 这已经是这两个月来摔第二支手机 上次是手机 就是放在口袋里面上洗手间 从外套里被我甩到飞出来到地里面 那一次比较惨 那一次直接就是手机的荧幕破了 修要修五千五百块 结果换了就算了 就直接换这支新的 那这支刚换差不多半个月吧 刚刚又发生了一阵风摔到地上 这就是偶然性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在交易世界里面 这种偶然性是不可避免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 所以在CIS的信念里面 他既然把交易当作是赌博 所以他不会那么的看重 每一次的成败 这是我不然性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延伸到 这个刚刚讲到说 在科学调查方面 心理学调查方面 都是支持CIS的论点 首先刚刚有提到 前一支影片有提到说 知识程度 或者是能力不高的人 反而对自己的决定 更有自信 认为自己是一定对的 像这种主观 越主观越武断的人 常常都是认知能力 比较 知识能力 比较弱的 这是科学调查的发现 所以像CIS 这种等级的人 DF这种等级的人 他不会那么的主观 他会认为说 自己当然有看错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为什么交易 会被视为赌博游戏 这是CIS的一个信念 那CIS也曾经讲过说 这个交易方法 没什么好练习的 没什么好 这个因为今天流行的 不见得明天 还能够用得上 所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好像猜拳 最近流行这种玩法 就是大家两个同时 出剪刀的时候 你就出布 这是最近流行的引法 下一个就出布 那等到大家都用这一招的时候 那这一招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CIS说 这不是核心的问题 有更核心的问题 所以更核心的问题 刚刚讲到第一点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偶然性 它是一个赌博性游戏的一个信念 信念会牵涉到很多后面心理学成分 如果是你相信的事情 就算中间遭遇到挫折 遇到痛苦 你都相对不会那么的痛苦 你也比较能够熬过低潮期 所以这是信念的重要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最核心的问题 这个哲学 信念 那接下来我来讨论一下心理学 刚刚本来讨论到一半 心理学 第一个刚刚讲的心理学 就是说 能力不足反而会过度自信 所以请大家不要这么的 百分之百确认这件事情 一定是对的 这件事情保持着它的弹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要给大家聊聊 这个比较算是神经科学 叫多巴胺操控 什么叫多巴胺操控 多巴胺大家知道 多巴胺它是一个快乐物质 你想要练成某些特定的技术 不是说你知道就好 你不但要知道 你要有信心信念 然后呢 你必须要操控你的多巴胺 为什么城市交易 跑着跑着跑着 一直输一直输 输到最后你受不了 你就直接把它停掉 因为你没有很强的信念 第二个 你不懂多巴胺的操控 你每次交易 不对 停损停损停损 然后呢 到最后你就不敢停损 对不对 每次停损完它就上去 停损完它就上去 尤其最近的盘式偏多嘛 但是它可能有更 这个其他原因 比如说你的整个的趋势判断能力 目前不足 都有可能 但是 我们今天focus 在专注在多巴胺操控这件事情 那多巴胺操控的 主要核心的技术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它的理论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 你要完成一个目标 你必须把它切割成一堆小目标 那每个小目标就是一个Milestorm 一个里程碑 你搭成这个里程碑的时候 你必须要奖励 我们一般正常来说 就是你的整个完成目标 它的真实实质奖励才会出现 每完成一个中间阶段性的任务的时候 就要奖励 这就是多巴胺操控的一个主要技巧 这是一个史丹福的一个神经科学家 特别提醒大家的 所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像我每天走路 走路运动 我的目标可能是10公里 那你不会10公里之后 吃个大餐 然后庆祝一下 这个我之前常用策略 对不对 太慢了 因为你熬不过中间10公里的痛苦 所以如果你会多巴胺操控技巧 应该是怎么样 你要有个技术器 每走500公尺 我每走1公里 你就要说 我离我的目标更近了 我现在在对的路上 利用我的信念 利用我的多巴胺 所以当你的疲累 但是你看到你的数字一直好转 这样就会产生多巴胺 这样你就会持续 一直一直的坚持到最后10公里 它会一直一直的 让你处在一个幸福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多巴胺操控的技巧 是非常重要 尤其交易 交易 停损是不合的人性 你必须每次做到一个停损 加上你之前的信念 你有很强的信念 你有很强的哲学离子 你有知道说它是偶然性 你有很强的信念 那你又有多巴胺操控技巧 每次停损之后 你不要看后面到底是长是跌 停损之后 你要说你好棒 你离成功又近了一点 这样子你的痛苦会降低 甚至还会停损上你 对的动作做到快乐上你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说CIS 他们都没有讨论到事情 因为大家都讨论的就是 怎样技术 我应该怎样到W底上去 破体翻 这个对不对 假突破 大家都全部都讨论技术 有人讨论你的心理吗 你的心理健康吗 你就算赚钱但快乐吗 像这种心理学的技术 其实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 思考的人会很重视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聊到 这个重点 就是多巴胺操控 在交易上面的重要性 好 今天聊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